苗栗县政府规划将要裁册原住民族行政处 改为原住民族事务中心 让这个泰安跟南庄两厢的族人引发疑虑 担心原住民族的事务单位从一级 一级单位降为二级单位可能会影响族人的权益 不过县府表示呢 这个原住民族事务中心的原额和预算都不会减少 而且是直属县长 不能视为一般的二级单位 中心是独立的特赦机构 可以发文也可以参与这个县务的会议 主管必须要任用原住民族人 不过县议员黄月娥就认为 原住民族事务中心的位阶确实是降了一级 但是这个县长的承诺会持续照顾这个族人 也会和部落族人乡长来沟通过 希望原住民族的权益都不会受到影响 也会在议会把关 不过也有县议员潘秋荣就表示 六都都设有原民会或是这个局处等一级单位 许多县市也是 苗栗却是反降为二级单位 苗栗县政府的做法引起争议 这一条级单位是最后的一级单位 这一条级单位是最后的一级单位